目前 中国湖南 云南 安徽和上海等地 不仅医院饱满 从儿童到年轻人 死亡病例也在奇增 很多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谈论 特别最近一段时间 从城市到农村 无论是健康的年轻人还是中年人 突然就离世了 像三年前武汉病毒一样 在云南和湖南等地再次出现随地倒现象 民众感到惊慌 12月27号 中国骨灰盒工厂工人杨先生披露 骨灰盒坐不过来 公司还在扩招工人 这波疫情从今年8月份开始 最初在北京和上海等地蔓延 当局一直否认是新冠疫情爆发 12月24号 中共疾控传染病管理处 呼吸道传染病室主任彭志斌声称 病原体也是以流感病毒为主 新冠病毒活动处于今年以来最低水平 然而时隔三天后 12月28号 彭志斌就改口称 新冠病毒变异株JN.1呈上升趋势 有可能逐步发展为国内流行株 分析认为 当局罕见承认新冠疫情将回升 说明疫情严重到已经无法隐瞒的程度了 就说明这个疫情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很可能目前疫情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 就是中共可能高层他怕的疫情恐怖再也掩盖不住了 所以现在他是有限地放风出来 为将来疫情全面发布掩盖不住之后 他就公开承认打一个埋伏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大家一定要是保持一个警惕 那么对中共任何的官方信息呢 不能就是片面相信他 要保持一个什么神似的眼光 特别是要做好自身的仿佛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大陆真实情况 通过各种所在各种方式 能向了什么把它披露出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瑞雄斌采访报道 那么看一遍 所以 I wonder if I don't know